1B5常识科普I829申请中的常见疑问解答 上一个视频我们详细讲解了一下I829申请流程 申请条件、审查材料等 这一期我们主要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I829申请中的常见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现在来看一下I829的流程图 我们在获得I526、I526E的批准后 就能拿到有条件绿卡 只要符合I829申请资格的 在条件绿卡有效期建满前90天 我们就可以提交I829申请永久绿卡 I829批准我们就能拿到永久绿卡 忙5年时间即可申请美国国籍 若I829驳回继续持有条件绿卡 可重新申请I829 JDC区域中心旨在为投资者提供 EB5计划和移民项目的最新消息和说明 大家可以发送邮件 或微信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解答一下申请中常见的问题 投资金额不满足要求怎么办 如果投资金额不满足要求 申请人可能需要补足差额或重新投资 就业机会数量不够可以补充吗 在I829表格提交前 申请人应确保创造了至少10个全职就业机会 如果数量不够可以尝试补充就业机会 材料不完整或有错误怎么办 申请人应尽量避免提交不完整或错误的材料 但如果发现问题 应及时与移民局联系并提供正确的材料 在I829处理期间 投资人的美国移民身份会受影响吗 不会的 事实上 在I829申请的处理过程中 投资人仍然被认为是美国居民绿卡持有者 在收到I829申请时 美国移民局会寄给投资人一份收据信 该信件会延长临时绿卡的有效期一年 如果被问到身份状态 投资人可以出示他的过期临时绿卡和该信件 直到I829申请获批拿到无条件绿卡 投资人是否还有在美国工作的资格 有 在美国 许多雇主要求员工出示合法工作的证 投资人可以出示他的过期临时绿卡 和收据信件来证明自己可以被合法聘用 我的I526批准之后 等待了五年才获得临时绿卡来到美国 我需要从什么时候创造 一比五要求的十个就业呢? 移民局不要求投资人在递交I829申请的时候 创造的十个就业依然存在 投资人只要能证明因为他的投资 有十个满足条件的永久就业被创造 投资人的永久绿卡申请则应获得批准 我在绿卡最后90天内递交了I829申请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撤资? 法律要求投资人 在整个两年临时绿卡期间维持投资 投资人不需要超过规定期限维持投资 但投资人必须完成创造就业的要求 审核结果需要多长时间? 审核时间应个案而已 一般情况下需要六个月至一年左右 申请人应做好耐心等待 美国临时绿卡延期一年已到 而I829仍在处理时怎么办? 如果有条件绿卡持有人 I829审批过程超过一年 投资人可以和美国移民局办公室预约Infopass 移民局会在投资人的护照上加盖I551的章 再延长美国临时绿卡有效期六个月的时间 以确保能证明自己在I829审核期间的绿卡身份 请注意只有在你打算出进美国时才必须获得这个盖章 其他情况只需要出示过期绿卡和I829收据信即可 我的I829申请已经审理超过三年了 但还没有结果 我已经符合美国入籍申请的要求了 请问我可以直接申请入籍吗? 可以 对于I829审理时间过长的投资人 在已经满足入籍申请的条件下 建议尽快申请入籍 入籍申请可以督促移民局尽快批准I829申请 但入籍申请会在I829批准后批准 路漫漫其修远兮 EB5投资移民申请之路 不仅需要选择好的移民项目 也需要有经验的专业移民顾问 为每一位投资人量身定做专属移民方案 为移民之路保驾护航 想了解更多EB5相关资讯 你可以向我们发送邮件进行咨询 也可以扫描图中微信二维码进行了解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